喂,你能不能快点开呀? 不是,这不都到了吗?你叫我玩些啥呀? 哟,还真到了呀,不好意思啊,我的问题 咦,啥时候这边建了栋高楼啊? 不过,我这才出去旅游几天,这附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呀? 算了,不管了,先去房子里休息一下 既然来我家了,谁有?来坐着呀,看着我干嘛呢? 喂,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 这怎么来了这么久,一个人都没见着啊? 的确是有那么点奇怪 要不然咱们先离开这儿吧,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那好吧,哎呀,我怎么感觉有点头晕啊 不是,我的头怎么越来越晕了 不要急,我们马上就要到医院了 糟了,快点下车吧 咦,这路怎么是弯的呀 哦,那你倒是眨眼睛了呀 还愣在那儿干嘛呢? 嘿,医生,他不知道为啥就开始突然头晕了 他去怪号了,我先去尝医生休息一下吧 喂,别在这儿躺着啊 去找个病床呀 哦,好晕啊 咦,该往哪儿走啊 嘿,跑哪儿去啊 病床在楼上嘞 哦,来了 应该就是这间病床了吧 来,快点进去吧 对了,这是刚刚医生给你开的药 好嘞 哦 呀,没想到这个一吃 我这立马就好了呀 不过,还是有点后劲 我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喂,你这该不会是装出来的吧 哼,你知不知道你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啊 哎呀,你别急我呀 我这真不是装出来的 就再让休息会儿吧 真是的 你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就回了很家 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头晕了 哦,你不会是回了刚休大楼的那个村子吧 对啊,怎么了 那就对了 那头楼里面啊,甲圈严重超标 然后村子里的人都开始头晕 现在已经都转移了 哦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吃了我那个药 现在应该好多了吧 对了 还得下去打个针 啊,不是吧 我 可我这害怕打针呀 怎么了 快点出来呀 这可怎么办啊 我这腿都感觉有点不心使唤了 快点啊 愣着干嘛呢 这就来 躺这儿就行了 等一下啊 我先去拿药去 好了,来吧 啊,别过来啊 现在都可以离开了 不行 我还没检查清楚 现在还不能走 啊,这 那好吧 快点躺着 不行 我怕你突然冷不定的给我来两针 放心 不会的 哼,谁信啊 我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别呀 我真不会呛摸摸地给你打针的 所以你还是先去躺着好好休息一下吧 那我坐这儿休息一下可以吧 不行 必须得去房间里边 好吧 看来只有在这儿躺一会儿 估计才会让我出去吧 来 这儿有瓶口服液 喝了它 哦 好了 我这都已经喝过了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现在还不行 这儿还有一瓶药水是用来恢复用的 哦 那我喝 这下总可以了吧 我也不是 你打我干嘛呀 这下终于可以给他打针了 麻烦这小姐太难管了吧 哎呀 还好我刚刚没有针的喝下去 要不然可就糟了呀 呀 这怎么还碰上了 咦 你这小子 怎么这么快就行了 不应该呀 哼 你这人 竟然还想骗我打针 终于逃出来了 哎呀 你怎么还追上来了 哼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怎么又开始晕了 那要不然 再回去躺一会儿 看他会不会好一点吧 那行了 还好衣服够厚 要不然真被他给扎了一阵 我倒要看看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他走了 这下可以去看看 他们到底藏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哦 这间房间里没有 那这间房间呢 咦 这是什么东东 这应该是他们做研究用的药水 看看撒在他身上 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他这怎么瞬间变大了这么多 不行 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这下终于跳出来了 好了 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在下先留为定 拜拜 拜拜